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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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左手则是伤痕累累 以前学手艺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抓着被雕刻的物件 然后这个时候拿刀嘛 弄了弄了 经常弄到的 这个多有十几个 十几刀箱吧 曹黄生的伤 曹黄生的伤没白手 如今他已经是知名的雕刻大师 找他来定制木雕的收藏家 落意不绝 过来之后 过来之后 上他家里第一眼就被我镇住了 因为他家里这种书柜很多 书很多 这样就感觉上 内心上就觉得可能是我要找的这个人 因为我希望找一个文化修养 艺术修养 美学修养 都是很高的 那种类似文人雕刻式的那种 我冥冥中感觉 可能这个人是我想要找的 我是世乡如命 你要是雕刻的时候 这种好像你雕这乡就像雕物一样 所以我之所以下决心的时候 我是一步一步的 等于是对他的认可 等于是这也是对于他的雕工的一种认可 曹黄生现在是灰派木雕的传承人之一 他的名气早就超出了城坎村和黄山市的范围 在整个国内木雕界颇有声望 但三十年前 他只是安徽一个村庄里的小木匠 灰州有个传统 要么读书 走仕途 要么就经商 要么就学人们手艺 灰州有一句古语 叫卖田卖地 不卖手艺 这个就是 也算是我们灰州人的一句古训嘛 所以我们不算学了 那父母亲就说 你必须得学一门手艺 曹黄生出生的这个村子叫陈坎村 是一座典型的古徽州村落 位于黄山市徽州区 曾被珠西誉为江南第一村 深藏山间的陈坎村 保存着几十栋完整的明清建筑 堪称灰派建筑的博物馆 以精美著称的灰派建筑 最主要的建筑装饰是木雕 几百年来 陈坎村里的木雕师傅 文明四方 三十年前 十六岁的曹黄生 每一天都会到这个大院来 跟他的姑父学木家手艺 姑父是当地远近文明的手艺人 徽派木雕一直是以师徒相守的方式传承 手艺则要从粗活开始干起 头一年 曹黄生只能跟粗笨的斧头和豹子打交道 我们在做木工活的时候 就白日辅助工 就三个月的辅助工 一年的豹子工吧 贵州的这种学徒都很年了 然后就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然后洗把脸 挑挑水 然后就赶到石花里开外 我们先下去打这个木剑工吧 他一看了 他就知道了 然后一话 你用什么家伙 怎么叼 他一看 他就自己去混了 他也比较快 他也比较聪明 他俏皮啊 他一做这个洗几天 他要想办法要走了 要回家了 就洗一下子他就回来了 回来他过两天就去了 曹黄生如今偶尔跟姑父闲聊 也就是家常里短 师徒之间很少切磋木雕的事 师父做了一辈子木匠 最擅长的是家具木雕 而当年的曹黄生 对这种活迹却没有太大兴趣 当时的城坎村还比较贫穷 做大伙的机会不多 曹黄生能学到的就是一些基本的雕花手法 但是即便到今天 雕花仍然是木雕的第一颗 如今曹黄生也带了不少徒弟 和师父一样 他让徒弟们首先学的就是基本的雕花功夫 这个地方雕的时候也千万担心 弄得不好会把它弄断点 这是在雕一件竹雕 这个竹雕是叫刘海细经常 这是用竹根雕的 反正他对每件作品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做不好他就说我们 只要让我们重新做 做到他满意为止 雕这个我现在还在学 所以感觉都挺难 感觉雕什么都挺难 什么都做不好 基本都是灰派传统的 基本功学了三年 现在已经基本能控制它了 这东西你能做好了 所以就不会感觉累 你刚开始你肯定会觉得累 因为你做不好 你要想把它做好 那精神负担你就做了 曹黄生走过和徒弟同样的路 三年学艺 十九岁那年他出世了 但是木雕对他来说 不过就是谋生的手段 谈不上什么追求 直到有一天 一个偶然的机遇 改写了他后来的命运 一件前辈留下的作品 为何会代表想木家的人生 让初出茅庐的他 在目标界 崭露头角 被使人誉为天下第一起山的黄山 送立在安徽上南部 不仅是这里的地理坐标 也是优软的辉州文化的代表 如今成坎村 也是属于黄山景区的一个旅游景点 这更常的生计的话 都可以说花费了百余年的时间 在当时 而且上面的木雕交工非常紧新 您如果紧新的话 可以发展他们家上面雕刻的室楼 保留完整的灰牌建筑 和精致的灰牌木雕 是成坎村吸引游客的一大看点 灰牌木雕的精致 源于灰山的心情 从明代中叶到清乾隆 三百年间 经商曾经是灰州人的第一等生业 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甚至远达欧洲 鼎盛时期的灰山 曾占有全国总资产的近一半 荣归故隶的灰山 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到修建宅院上 建筑这个东西呢 特别是在过去受官方的一些资源 就是你不是想建一个 你想建个宫殿 这肯定不行 对吧 它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但是它不限制你精雕细刻 在里面慢慢去琢磨 这个可以 灰山的父祖促建了木雕的繁荣 他们把各地的能工巧匠带回家乡 于是灰牌木雕成为了中国木雕的极大成者 今年累月的琢磨 让灰牌木雕显得格外精致 浅浮雕 深浮雕 透雕 圆雕 多种手法构造出传统的审美情绪 特别是镂空雕 层次最多的 能到十几层 让人惊叹 民间记忆的巧夺天工 灰牌木雕的内容也十分丰富 吉祥图案 宗教人物 戏曲故事 山水 花鸟虫鱼 都在木头上一一呈现 它那个雕刻 它主要是凉上 它那个比较高 视觉上比较远 所以它镂空的 半浮雕的 这些东西比较多 那么内容上呢 很多都是精神文明层面的 它有 有所教化的这些东西 中军啊 爱国啊 传统的历史故事啊 历史名人啊 这些东西都比较多 几百年的积累 让陈坎村成了一个木头的世界 不过 生在其中的人 却未必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那时候还小啊 谈不上什么是目标 谈不上喜欢是什么 姑父做这个木匠 就现成了 没别的选择 换句话来讲 这也是一种捷径吧 二十多年前 一件小事改变了曹黄生 十九岁那年 他在姨父家里 无意间翻出了这本书 上面有很多漂亮的图片 其中有一张图片 让他久久明示 图片的说明告诉曹黄生 这是他的同乡前辈 明代辉州著名雕刻大师 朱赫苏的作品 我当时一看我也傻掉了 原来这个文房清空内的雕刻 原来是这么的惊喜 可以说在明清的时候 已经是都是 应该说是达到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文房清空是灰牌木雕的另一个门类 多是文人书房中的用品和板件 和建筑构建 家具雕花比起来 更加富有文化韵味 雕工也更为复杂和精细 我心里在琢磨 我说这个琢磨雕 雕成这样子就是国宝了 我说我能做到啊 心里在琢磨好 我说我也许可以做到 一张图片打开了 曹黄生的心灵之门 他开始着迷了 没有师父 就自己对着图片反复琢磨 一刀一刀的事 手伤就成了家常便饭 左手弯的哪个尘伤 就是这时候留下的 所以也正常的 刀具都很分离 有的时候不注意到一点 或者是疲劳的时候 都容易把这些手给割上 由于没有师父指导 曹黄生走了不少弯路 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木料 有的时候做了一个多月 最后都扔了 很正常的 后来就慢慢地 把这些技巧琢磨透了 然后找到木了 然后就做了木就好了 贵州木雕在雕刻技巧上 十分注重细节和形象刻画 刀法的细腻 繁复是它最鲜明的特点 贵州的这些雕刻工具 它基本上一百几十把刀左右 那么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个到两个毫米之间作为一把刀 比如说我一个毫米的 我有一把1.2的一把 1.5的一把 1.7的一把 那么比如说我一把就是房口原产了 这一个品种都得十几八个 为了更好的表现木雕的细节 曹黄生还学会了自己制作工具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不断实验 在临摹了几个月后 曹黄生终于成功做出了第一个房骨鼻头 后来的时候呢 遇到我一表哥 他突然有一天到我家来网 他看到我这些东西 然后他非常惊讶 他说 这东西是你做的 表哥帮曹黄生 把其中的一件作品拿到市场上 没想到很快就找到了买家 当时我第一件作品 大概是一口价 就好像是一千五百块就买下来的 当时还是在九十年代左右吧 那我十天能赚一千五 那可是高工资了 那时候我们在别人家打工的话 一天也就 好像也就七八块钱吧 七八块钱一天吧 我那时候就能赚到一百五一天 我把我给喜欢的 那可不得了 从此 曹黄生的人生和传统木匠越来越远 走上了专攻木雕艺术品的道路 在曹黄生的保险柜里 一直小心地收藏着一件作品 这是一件十几年前 反制的一件作品 一直也舍不得卖 有许多的朋友来想收藏 我感觉这些东西对我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 所以我一直就留在身边 不想卖掉 以后有一个纪念意义吧 二十多年前的临摩 不仅让曹黄生学到了新的雕刻手法 更重要的是 他被积奠深厚的传统文化深深打动 从此爱上了木雕 在临摩传统的这些文化清空雕刻的同时 也感慨万千 古人真的确实是很了不起 给我们留下来这么丰富的这些雕刻的遗场 然后让我们看到了 然后又可以学习和魔法 草黄生的作品渐渐在收藏界 展露头角 很多收藏家都找他来雕刻沉香作品 这回又带了一点秦南香 这个在尽量不要破坏它的原型的情况下 把它创造成一个工艺品 只要看到一块沉香原料 曹黄生就能很快地给出大致的设计方案 这叫随形设计 张老师 我感觉这一块像 我刚才有个思路 把这一面 这面平整一点 然后它的起伏又不大 然后丢起来它会 起车的不就是 可以省掉不少材料 可能的话 我想设计是在这里占一个人物 在这里占一个人物 然后这里有一股泉水冲出来 这个后面是一板石头 它是靠着这个石头 这个是听权 是高雅的修身养性的乐趣 随形设计 只是一时的灵感 之后还要做进一步的设计 在木雕界 这叫打稿 也就是画设计样稿 沉香号称木头钻石 市场价值极为昂贵 雕刻师必须尽量节省木料 不能有丝毫的浪费 因此最初的造型设计 至关重要 这个特别是在打稿的时候 把你所需要的这种刀法 和你所需要的这种场景 人物故事和刀法的这种相结合 在雕刻过程中便于草刀物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曹黄生没有学过一天美术 但他的设计稿比例得当 笔法细逆 会有创意 这使得他的木雕作品 具有很强的设计感 我认为他有独到的地方 他那种神韵把握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玩收藏的 就是一样东西 你不能看了一次之后 看第二次 你就没有那种新鲜感 或者没有那种可看了 那这个就不成功 那么有神韵 就是你本看不业能达到 就是你每一次去看这种教科品 你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 新的享受 所以这一种就是我苦苦追求的 而他在这方面 却能满足我这种要求 如今曹黄生拥有非常多的陈香作品 对木雕师来说 这意味着行内的高度认可 自己也算到了职业的巅峰了 但是 巅峰之上 还有辽阳的天空 曹黄生的雕刻人生 因为一次邂逅 而果然开朗 酒鬼老谭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次偶然的拜访 如何让曹黄生 在创作风格上产生了巨大转变 从而走出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 雕刻之路 每天上午十点 北京著名的民间雕刻大师林真瑞 都会准时来到自己的雕刻工作室 还是一天的工作 他的田黄石雕刻 在行业内名气非常大 2002年的一天 创作处在瓶颈状态的曹黄生 惊人介绍 专程来拜访林真瑞 他希望能从林真瑞这里 得到指引 之前没有人给他讲解过 他都是在自己在摸索 我感觉他最欠缺的 就好比去雕一个人物 主要的有神 没有神 就好像这人没主题了 给他这么个点拨一下 他就会误出这么个道理来 在林真瑞的工作室中 曹黄生仔细地欣赏把玩 大大小小的田黄石作品 触动很大 他那个佛教的佛教上面的一些雕刻呢 他非常负重 这个脸部的这种表情的刻画 而且很讲究细腻 很讲究细腻 把人物的表情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 有独大的细腻 传统的灰派木雕不太注重人物表情和个性的刻画 受到林真瑞的启发后 曹黄生很快就在自己的木雕作品中 吸收了佛教雕刻的悠长 人物变得鲜活和立体起来 此后曹黄生只要到北京 就会找林真瑞请教 林真瑞也毫无保留地给他指点和提示 我跟他聊起来 他都聊得挺晚的 他会老不停地问 这个怎么 这个又怎么 这个为什么 像他这样愿意去学的人 我们又跟他比较谈得来 这所以说就变成无话不说了 几次深谈之后 曹黄生觉得自己的思路突然开阔起来 曾经的困惑眼笑云散 我曾经也跟他说过 要经常去看别人的东西 看各派的东西 看各种雕塑的东西 他有他好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学来的 也可以借鉴他 自己的这种理念 也发生了变化 就感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然后也就不停地去把这些各萌派的这些雕刻的 我们都去败毒 创作的冲动在几十年的沉淀后 喷涌而出 曹黄生紧切地想要表达自我 我们灰州的一些老木雕 无非就是讲一些孔孟之道 忠孝结义 还有这些吉祥的这些题材 讲灰州人自己的事情很少 我当时就蒙发了这个想法 创作一些作品 来描写我们灰州人 曹黄生想到了灰州人的代表 灰商 因为他们不仅是灰州文化的骄傲 而且培育了璀璨的木雕文化 灰州有句古语叫八商一水一地 八分山一分地一分水 就设计一个重山镜头的这么一个画面 然后就回上来 赶着牛车 宰着财富 带来了万面的世界 回到日思暮想的这里 这幅叫做荣归故里的木雕作品 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在这幅作品中 曾经的草画生似乎消失了 繁复的手法被放弃 用的最多的是高腹雕和原雕手法 木雕的整体效果与绘画更为洁净 有着极强的装饰性 那么到了现在我就是产生了一种最久的目标 就是说以最少的这种刀法表现最丰富的画面 生活中的曹黄生是个有些木讷的人 沉默寡言也没有太多的业余爱好 试弄盆景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一天在给这盘黄山松浇水时 他突发奇想 能不能以松树的树干为题材 创作一件作品 在书房内曹黄生开始绘制样稿 他想用一种别致的方法来制作这件作品 我说是不是能在这个松就把这一节这个内容取下来 我们来创作一件作品 然后用两种比较名畏的木头合起来来创作 曹黄生选用小叶黄羊模仿松肉 小叶子坛象征松皮 想法虽然好 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两种性能截然不同的木料 却很难拼接起来 它的难度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最难的就是 最难的难度就是在两种木头合起来 这个合面 它这个合面我打个比方 你像两块玻璃叠起来 它就是很封闭 很密封的 是不是 因为它是平的 那么我们是叫什么呢 叫纵横 它都是曲线的 弯弯扭扭的 就好比我一个手掌 它纵也是弯弯扭扭的 横也是弧形的 那么 我一个子坛墨合在上面 我就必须要一个反的这种造型 和它一模一样合上去 它才能达到这种 就大自然的那种天然合一的那种体现 执着的曹黄生 屡败屡战 整整三年时间都没有成功 期间不知道废弃了多少材料 你看到这个天然合一上面那个子坛都很薄 实际上它在 它在出培的时候 都有它的两三倍的厚度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高低起伏 纵横高低的起伏 你都要把它抠掉 抠掉后和底下这个黄氧又合起来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是考虑不出这个料呢 留得薄了 最后一做一做 没了通了 经常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个如果有的是一出现了以后 我们已经做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了 然后做掉了 滑了 那就算了 小叶黄阳阳和小叶子坛都是名贵的进口木料 雕刻师一般都不会轻易用这种木料做实验 那什么形成的 这个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这个小叶子坛都是一百多万一吨的 失败了那肯定是 有钱也损失掉 然后这个功夫又又白白花了 这个叫 两头都吃亏 虽然心疼 但曹黄生始终没有放弃 2008年 曹黄生终于创作出这件名为 天人合一的作品 得到业界和收藏家的一致好评 如今曹黄生已成为公认的木雕大师 他的艺术作品在市场上拥有不菲的价格 成名之后 曹黄生的生活没有太多变化 他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个朴实憨厚的木匠 每天他最放松的时候 是和徒弟们一起吃午饭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 他还是和从前一样 在这间不大的工作间里度过 我们做手机的人 必须得做 做不住你就 就面临着 就等着失败 有的时候呢 做一件比如说复杂一点 一平凡左右的沙水 教科 那很容易的人 就关刀法上 就关客户里的的时候 画个一年导演 很正常 痛苦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时间呢 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这个需要 有一个平静的心态 这个过程呢 是叫做 沉沉发味 也是很无聊的一个过程 曾经在姑父眼里 调皮浩荣的少年 如今变成了一个 最新木雕 内敛而凝重的人 这是石宫的熏陶 更是这片丰厚的文化土壤 给予的滋养 酒鬼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块丸石 为何会成为一把 价值万斤的石壶 一个乡野雕刻工 如何几经坎坷 成为石壶的唯一传人 探索发现 手艺第三季之 一岩石壶 今天 安徽师范大学 艺术学院的大一学生 来到陈坎村 他们是学院新开设的 灰派艺术研究专业的学生 特意来参观 曹黄生的作品展览 下午的展览 好不容易 有可比较精致 微妙微修 我们也是搞美术的 然后看这些东西 确实有一种想学的冲动 我经常说 那我可以来吗 可以来 只要想做 没有什么事情 做了 做了这个事情 我一直以一种什么心态 藏心 真的是很开心 很快 潮大师作品来继承着 那个绘制木雕的 一些特点 比较精细 比较繁复 比较完美 比较注重细节 但是它有自己特点 它特点在什么地方 它特点就是 我们说艺术当随时代 它和我们时代结合很好 有很多现代 特别是现代艺术里面 一些因素 它结合在里面 而且结合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曹黄生给灰派木雕 带来的新风 也许会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继续蔓延 而它的创新 并非简单地 源自天分和灵感 作为艺术家 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与责任 才是它一路走来的 最强的支撑和动力 它的最关键的地方 是对工艺美术的一种理解 和一种渗透的一种程度 比如说你对它的理解 达到多深 很可能创作出来的作品 因为这个目标就很质疑 实际上传承就是说 在前辈的技术上 有创新 我想这种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传承 这种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传承